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现在这个形势下到底应不应该买房卖房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非常的低迷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买房吗应该卖吗到底应不应该投资 今天Linda她是在卖房方面是个高手 那我们就请教一下Linda 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买房和卖房上 那么第一个问题我要问了 Linda 你是卖房卖的很多最近对吗 是的 那么现在这个市场既然这么低迷 那到底我们的卖家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手 应不应该卖房呢 因为卖不到一个好的价钱的话 是不是要一直保留着房子不要卖 还是说可以卖可以出手呢 其实首先我要为大家带来TRAP这个9月份最新的一些数据啊 据TRAP统计GTA9月份呢 其实成交了大概6455套房子 那么这些各类房屋呢 这个成交量其实是有略升大概1.9%的 那这也是多伦多GTA连续第四个月销售量 房屋销售量有所回升的第四个月啊 而房价呢也有稍微略升 略升 略升一点点 因为大家其实在这个低迷的时候都在观望啊 到底应不应该这个买房卖房啊 其实都是在观望着 是的 那这个时候既然观望到一定程度了 可能就要出手了 是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时候 这种市场需要卖房的一些卖家 我会有一些建议给他们 也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是自从去年4月份 自从政府introduce了这个非居民的这个海外买家税 那么市场呢就慢慢的由卖家市场 转变到现在的一个就买家市场 那么在买家市场中买家是比较占有主动权的 那么在这种市场的时候呢 卖家如果你想卖房 那么就是我觉得有三点你可以做到 就是帮助你把房子卖成功的卖出去 而且并且可以卖一个非常好 就是比较好的价钱 对 Lina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 到底怎么样卖的一个好的价格 对 第一呢就是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地产经济 经验丰富的地产经济 是的 那么一个经验丰富的地产经济呢 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可以对这个房子 你的房子做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市场评估啊 那么他也必须非常了解你这个房子 了解你这个房子的社区啊 这样子都有助于帮他就是说 帮助你出售这个房子来去推销他啊 那么地产经济呢 就是说他自己应该是现在 因为这个市场是买家市场 他需要就是说主动 做一些主动去推销你这家房子的一些 一系列的这些工作 优点 是的 对 它的功效 是的 那么就是说 那个一个经验丰富的地产经济 也可以就是随时应 可以对应这种突发状况 市场的这个变化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在不停的变化中 是的 明天都在变 是的 我们需要就是说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地产经济 来对应这种突发状况啊 啊 那么啊 还有呢 就是说啊 呃 这个经济啊 可以就是说非常了解你这个房子的社区和一些 detail 就比如说我代理的这个啊 这个豪宅 那你就要详细的了解 能推给你的那些买家客人 就是说为什么 它是属于一个名校区 什么叫所谓的名校区 到底 真的是很多买家都不懂的 是的 就是说到底这些名校名好在哪里 对吧 你要解释给这些买家听 那么当你解释得很清楚的时候 那么有有有需求的这些买家 那当然就是会更容易就是啊 去倾向你就是去更加了解 可能就更容易去买你你这个房子啊 嗯 要跟这个买家做好很好的沟通 是的 是的 嗯 对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啊 呃 呃 第二点啊 也就是说 刚才是要找一个非常有经验 非常好的地产经济 对 专业人士来帮助你卖房 那么第二点呢 对第二点呢 就是也就是面对这个市场 接受这个市场的就是现实的这个我们所谓的market price 也就是市场价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这点也很重要 是因为我们现在会遇到一些买家 因为看到前面一两年的这样的就是比较高的售价 那么他心里面还是就是有差价的啊 是的 对 所以呢 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对啊 对他现在这个出售的房子做进行一个现在的市场评估 有一些买家可能卖家可能就是接受 心理上啊 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是的 对 心理上接受不了 但我的意见就是说 呃 你一定要就是说积极面对现在的这个市场的市场价 嗯 这样子的可以就是说帮助你更好的把握机会 因为现在时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 那么呃 买家比较主动 那他如果是去呃 有很多的在市场里有很多的选择 那么如果一旦他给了你一个就是比较接近现在市场价的一个一个offer 一个一个价位的话 如果卖家是因为判断错误或者有一些抱有一些侥幸心态啊 嗯 而错过了这个机会 那么就是很有可能就错过了卖到这个房子的最佳时机啊 嗯 我觉得还是说要这个经济要随时跟客人进行沟通啊 是的 把这个市场的情况及时反映给客人 对的 不然的话这个客人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啊才能知道这些信息 所以一定要做好及时的沟通 是的 对 就说呃 是一个也是一个地产经济跟客人之间的一个啊 啊 更好的沟通啊 啊 那么希望客人也就是可以积极的听就是愿意去听取 就是接受现实 对接受这个市场的现实啊 啊 那么就说也 那这样子也就是有助于帮这个经济帮助客人能在现在这个市场 卖出一个比较好的价钱 嗯 嗯 这个非常的重要 对 那么除了刚才你说找一个专业的经济啊 做好这个市场的定位 让这个买家哈对这个市场有了解 不要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啊 差价哈 对 那除了这些你觉得还有什么 呃 还有一个我的建议就是对于卖家的经验 就是说因为现在市场上的房子呢 就是说呃 呃 你要为了去竞争啊 跟市场上现在existing的这些market 这些房子去竞争呢 最好就是对房子做一些staging 呃 staging其实现在是对于售房非常有帮助的 呃 那么因为staging呢 可以给这个房子展现出来这个房子更好的空间感 呃 而且呢就是等于给这个房子就是走一些很漂亮的装饰 那肯定要的一个东西想卖出去必须要一定的包装哈 是的对 嗯 那么进行包装一番之后呢呃 呃有助于这个房子在这个呃呃 呃 for sale 的这个市场上脱颖而出啊 就是更好的stand out 那么这样子能够吸引到这些呃 市场上已经有的这些就是好一点的实力买家 而且有助于房子就是抓转这个时机 帮着这个房子更快的能在成功的在这个市场上卖出去 嗯 那刚才这个琳达呢总结的这几点哈 呃到底卖方哈还要不要卖房子 其实啊把这个定位定好了 跟这个地产经济呢做好一定的沟通还是可以卖的 而且呢啊如果是呃经济经验非常丰富的话 还可以买到一个好的价钱 今天呢啊非常感谢琳达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给我们一起聊聊天推荐了她正在卖的两个房子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跟琳达联系 非常感谢琳达来到我们的节目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这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